Here we go 我们的比赛开始了 上吧上吧上吧 追梦队晋级战 哎之前这支队全拆散了 一边一半 这麻布里也是越的教练的 能顺便赢吗 北空教练了 郭剑 包夹 好的郭剑 哎呀好球 刘浩元这个小孩大手挺聪明的 哇漂亮刘浩元 刘浩元 向刘浩元有几次在内线赌撞人 他都能够非常好的预判到进攻球员 进攻的路线 从防守端来说是非常聪明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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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苏伟 王宣还是挺拼的 他抢了好几个前章的慢 打的实在 而王宣打球他能组织起来能打个战术 王宣王宣打后位还是挺稳的 对他打得很清楚王宣持球的话 这队是怎么分的怎么感觉 他应该把那个李林放到四号位 我当时李林在我们队的时候 选的时候我就把他放到四号位 他身高够 以他这个身高和灵活性打对方四号位 就占优势了吗 刘一打三啊 刘一打三 然后他们这几个人都可以换人吗 防守的时候 王宣打一 对王宣打一 我放一个张志阳在上面 投手在上面 就特别好打了 但咱们刚刚说的那阵容 他们从来没有上去 对啊 但奇怪 他们今天篮也不准 投了那几个 刚才只被人夹了几个落后的时候 就开始着急了 乱投了 开始 他们的打法过于简单 总是想希望靠通过一个人的这个进攻 去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想要自己的进攻 自己没有机会了再去找其他球 这样的话 其实就违背了一个团队篮球打球的一个 一个宗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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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